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光明绝品 经文 第哈 二世世尊 从年祖轮下放悲意光明 清梁大师在祝节里面告诉我们 坐下放光有四亿 前面三条我们讲过了 现在看第四端 诗 行信给国海 以满足固 能义也然 云无缺固 以满意光者 一遍伐戒 俗照之差 戒备 清梁大师 诗节到这个地方 这一段意思也很深 很广 足下放光 喜音室 性该国海 海是比喻 这个信是因 是开始 那么有这个因 果就在因中 大臣教里常讲 应该国海 果是因缘 因果是一 不是二 而且因果呢 是同时 同时同处 这个境界 发生菩萨 见到 你要问 为什么发生菩萨 见到 我们见不到 我们在一般看 因果总是不同时 先有因 后有果 为什么他 见到 我们见不到 其实这个道理 前面都说过 我们 迷了自信 殊不知 自信 或者说是 法性 自信都是一个意思 他本来是 圆满的 他没有空间 没有空间就是 没有远近 他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就是 没有先后 所以他 所以他跟我们看的 确实不一样 我们看这个 先开花 后结果 他看是同时 为什么呢 我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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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幻觉里面 时间呢 有过去 有现在 有未来 他们没有 他们过去 现在 未来 都在眼前 是这么个道理 所以 因果 同时 因果 同处 这个境界 在华言 称为 不思意 泄脱境界 谁能见呢 法身 菩萨 所以 什么时候 你自己 真的 发身了 你很清楚 你不需要 问别人 你能够看 过去 现在 未来 你同时 看到 时间没有了 你再看看 远近 居地 没有了 西方 极乐世界 经上 跟我们讲 极乐世界 居地 瘦破世界 当中 十万亿 佛国度 非常遥远 到哪一天 你一看 极乐世界 就在眼前 这个时候 是什么 什么 什么果位呢 至少 人叫 错诸 你破一篇 无名 这一份 发生 这个境界 就先前了 所以佛 不是 受给我们 听了 听了就 没事了 不是 佛是 希望我们 自己 亲自 正德 近代的 科学家 相当 聪明 我听说 他们用 速学 来推算 发现 时间 空间 不是真的 在某一种条件 之下 时间等于零 空间也等于零 某一种条件 这个条件 他说的不清楚了 佛法里面讲的太明白了 什么条件 妄想 这个境界就先前了 空间没有了 时间没有了 我们这个地方 距离美国 飞机要飞十几个小时 如果空间没有了 那就不需要交通工具了 也不需要走路了 美国 就在面前 你想哪一个城市 就哪个城市 想哪个街道 就哪个街道 你就在呀 不可思议 这多么神奇 多么奇妙 《大臣经》里面讲 这是事实 这个不是幻想 在佛法里面 这叫做神足通 六通里头 叫神足通 变法界虚空界 任何一处 跟我们自己 这个地方 没有距离 没有间隔 这个是 应该国海 性是阴满 该是包括的意思 包括圆满的古德 还是代表圆满 以满足 满足去圆满 大臣圆教 这一发心 功德 功德 就不可思议 我们读 马明菩萨的大臣奇心 你看看这个论的题目 大臣奇性 这不是小臣 这不是小臣啊 大臣 信心 信心才神奇 就已经圆满功德了 那菩萨的果位 那菩萨的果位 叫发心柱 那摄柱 这粗柱啊 粗柱 发心柱啊 发什么心 菩提心 注意 一定要知道啊 菩提心是信德了 你的信德流入了 经上跟我们讲菩提心 如世尊 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所说的 至尘性 真尘到极处 叫至尘 这是菩提心之体 也就是真心之体 身心 是真心的自受用 回向法院心 是真心的他受用 用什么心带人 用什么心对待自己 真心 奇心论里面 说菩提心 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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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体 身心 是自受用 大悲心 是他受用 金认和起来看 意思就很清楚 很明白 那我们 这话来讲 大家就更容易懂 真心之体 就是真诚心 真诚到基础 学佛 你不是要做佛吗 做佛可不能用忘心 忘心成不了佛 要用真心的 所以要用真诚心 真诚心自受用不是身心吗 什么叫身心 你看 愿讲身心 经也讲身心 古人注解这个身心 住得也很好 但是很难体会 古人注解说 好善好得 身心是好善好得了 我们把这个 我们把这个好善好得呢 把它具体化 采取五量寿经上的一句经文 清净平等书 所以自受用 清净心 平等书 正觉书 这就是身心 都要到极处 为什么呢 真诚到极处 真诚 真诚 决定没有丝毫虚伪 对自己 对别人 要用这个心体 没有一丝毫虚伪 没有一丝毫虚伪 清净是一尘不染 无论是在顺境 在逆境 善缘还是无缘 通通不沾染 中文大的所谓的 不化从中过 偏夜不沾染 何以能够不沾染 因为你有智慧 你明了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 如路也如电 映坐如是管 世尊 说法 蒋伯若 二十二年 佛灭度之后 弟子们 集结成为金典 现在在大赞经里面 分量最大 大伯若金 六百卷 大智度论 是这部金的注解 一千元 还不是大伯若金的注解 是摩河伯若 波罗尼金的注解 叫大平伯若 六百卷大伯若 讲些什么呢 我看了之后 最后做了一个总结 三句话 一切法 无所有 毕竟空 不可得 我总结这三句 无所有 毕竟空 不可得 你当然放下了 当然不战然了 只要能不战然 你就能够 其如 无障碍的法界 离死无碍 死死无碍 解脱了 不但脱离六道轮回了 脱离是法界了 于一切法当中 你绝对不会起心动念 各位要知道 起心动念是迷惑 你迷了 分别是造业 执着就是果报 执着里面就有苦乐 苦乐是属于果报 能够在一切法里头 顺境逆境 善缘 我远 你能够做到 不起心 不动念 这是什么人 法身菩萨 我们要努力 要向这个方向 向这个目标 进去 其如 法身菩萨能证得 我们为什么不能证得 原因不是别的 不肯放下 妄想分别执着 所以你不能证得 妄想分别执着 你放不下 六道这个幻想 就除不掉啊 放下之后 六道没有了 不但六道没有了 是发戒也没有了 剩下来 一阵发戒 化葬是一阵 极落是一阵 这个境界里面 每一个人 实际上 那每一个人呢 在我们 称呼他 法身菩萨 啊 每一个法身菩萨 都没有妄想分别执着 所以 我们今天 啊 这个世界动乱了 许多知识的人 在 追求啊 如何消灭冲突 促进世界 和平 做得很辛苦啊 但是 冲突 依然不能消灭 和平 也未能先前 这什么原因 这几年 我也参与 这一项工作 啊 我与许多学者专家 与许多做探会 我把我学佛的经验 提出来 贡献给他们做参考 消除冲突 化解冲突 要从哪个地方做起 要从自己内心做起 自信 本来 是活目的 啊 本来 在整个宇宙里面 没有冲突啊 啊 确确实实啊 是活目相处 平等对待啊 宇宙 原本就是活写的 啊 活目相处 平等对待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意思 外面是大宇宙 许许多多的星系 我们身体是小宇宙 小宇宙跟大宇宙 没有两样 我们这个小宇宙里面 许许多多不同器官 组成的 每一个器官 甚至于 每一个细胞 都是 活目的 本来活目 本来就平等 啊 所以 他们彼此 包容 彼此尊重 彼此 关怀 彼此 活作 我们这个身体健康啊 如果我们这个 身体器官 哪一个器官 跟另一个器官 不活作了 毛病不就出来了吗 这个注意就知道了 毛病就出来了 你就生病了 严重了要命啊 宇宙本来是活血的 一切动身 只要身在这个地球上 地球上 为什么身它 一定是需要它 就好像我们这个身体 身体每一个器官 既然身体要身了 那它一定有作用 它不能缺少 你要把它割除 切断了 你就破坏 身态平衡 破坏我们人身体的 身态平衡 我们就不健康了 我常常讲啊 这个中医跟西医的比较 西医的时候 哪个地方不健康 切除 这不是个治疗方法 切除是什么呢 你身体里缺少这部分 这部分是不能缺少的 你要把它割除掉 缺少了 你的身体不健康 永远不能恢复健康 中医好在那里 这个地方有毛病 用药物来治疗 让它恢复它的功能 这个正确 不能破坏 要帮助它恢复 这才是正确 这才是健康 小宇宙如是 大宇宙也如是 所以这个和平工作 从哪里做起的 从自己本身做起 自己 与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无 对立 这个观念 这就是冲突的根源 我们要消除 一切冲突 必须从根本上来解决 把内心 里面的矛盾 里面的对立 化解掉 首先 身体 身心健康 这个 身体 过过 器官 红目相处 平等对待 心里 那我们讲 八十五十一星宿 密切合作 身心健康 然后才能够知道 怎样帮助这个世界 化解所有的冲突 促进真正和平 从这里做 佛法 佛法里的唱说 你自己 未度 而能度人 这无有是处 我自己本身 没有达到 红目相处 平等对待 我怎么能帮助别人 化解冲突 促进和平 所以 做了这么多年 越做越辛苦 越做 看不到 效果 冲突 越来越多 频率增加了 每一次冲突 这个灾难 严重 现在大家着急了 研究解决问题的人 过去总是把这个理念放在冷战热战 现在知道冷战热战都不能解决问题 想换一个方法 完全用和平的手段 和平手段从哪用起 也从本身 内心里的做起 这才能受到效果 那么我这个建议 他们从来没想到过 学佛的人 真正的佛弟子 这是我们修学的头一堂功夫 你看看 经典上称菩萨 叫仁者 仁慈的人 称菩萨了 中国言语 有一句话说 仁者无敌 你懂得这句话什么意思 仁慈的人 他内心里头没有冤家 没有敌对 就是我刚才讲的 没有冲突 没有对立 这个人叫菩萨了 如果对于一切仁慈无 还有敌对的 有对立的 这个人不是菩萨 换一句话说 这个人不是修学大臣 修学大臣 哪里会有这种心态 哪里会有这种行为呢 就是伤害我的人 都能够原谅 说原谅 已经很过分了 若无其事 大臣教理念 诸位金刚经 多念过 金刚经 忍辱先人 修六波罗尼 那菩萨呢 遇到歌力王 歌力是凡语 翻成中国意思 叫暴君 歌力是南横 无礼 遇到这样一个过往 把人入先人 凌迟出死 这非常残酷 用刀 一刀一刀 把你肉慢慢的割 割到死 那是个菩萨 菩萨对于遇到这样的一个过往 人没有一点点成灰心 没有一丝毫报复的心 他内心没有对立 内心没有矛盾 内心没有冲突 被人家这样子冤枉出死了 菩萨不但不怨恨他 还感谢他 这个话一般人想不通 为什么感谢 真的感谢他 等于说 这是一次考试 看你忍辱菩萨 你能不能忍 他能忍 不如菩萨 忍辱菩萨 圆满了 没有一丝毫报复的念头 持戒波罗密也圆满了 一个圆满 六个都圆满 菩萨成佛了 使戈利王 各界身体 把菩萨往上抬举了 菩萨成佛了 这个佛就是 本司释迦牟尼佛 佛要报恩 报答他了 佛说 我将来成佛 第一个度 所以戈利王的后身 就是乔诚如存诚 洛叶云 果然菩萨说话算法 第一个得度 第一个 在世尊会下 正阿罗汉国 乔诚如存 任如先人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 这个故事 详细地 记载 在大涅槃经里面 金刚经只是带一带 世尊 世尊给我们做这样的示范 这样的表演 慈悲到极处 我们应当要学 我们遇到一个冤情债主了 总是过去今生 有这个不愉快的事情 遇到了 他才来上海 决定不能怪他 他看不到三世 我们现在看到三世 他迷惑 我不迷惑 我要跟他一样 那就大错他错了 我们要学 任如先人 心贫其后 那么这些境界现情 我常常讲 为我们小业长 佛法里讲的 重罪轻暴 本来我这个罪 是要在三沃道 是国报的 畜生恶鬼地狱 那么他们现前 就把这些灾害的事 夹到我身上 我现在就报了 怎么不是好事 所以我离开台湾 写了六句 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 对于善人感恩 对于恶人感恩 对于毁谤加害我的人 没有一个不感恩 离开新加坡 到澳洲来 我写了一副队里 出逆境 随沃远 无尘惠 夜长静笑 出顺境 随善语 无贪吃 复会全心 我勉励自己 也跟一切同学 共勉职 我们要真学 佛教的我 教我们东西 如果不能落实到 日常生活 不能落实到 厨师待人节物 那我们就白学了 我们对于这个世界 愚人无证 愚事无求 我们所需求的 往生极乐世界 务必要修到 纯净纯善 我们的目标在此地 十几年前 我在加州 写的这幅对联 现在用在这个阿弥陀佛 佛像的两边悬挂了 真诚清净平等 真就慈悲 夏林 看破放下自在随缘 在加州写的 这是我们自己 在这一生当中 总结 大臣学习的纲领 上林是菩提心 下林是菩萨心 到着来 我又更是结化了 用四个字 纯净纯善 那么诸位都知道 这世间有灾难了 教会里面 传出的讯息 教人 信上帝 信末日 伊斯兰教里头 也有相同的话 信真主 信末日 末时路 或者称启示路 新九月全书最后的一章 语言 讲世界末日的现象 几乎在现前社会上 普遍都能见到 我们不怕 我们心里要有准备 断悟修善 寄贡累得 提升自己的灵性 身又生灵 灵性不生 不灭 你的灵性善 自然到善的地方去 灵性不善 自然到不善的地方去 就像圣经里面 耶稣所说的 不善的人 随他去吧 他到不善的地方去 善人 也随他去吧 他到好地方去 这些话呢 正是佛法里面讲的 随缘 随缘你就自在了 可是 归过 全身 这种事情 是我们应该要做的 他听懂了 他的利益 他不懂 他不回头 我们对他的义务尽到了 将来 他都在卧道 他不会怪我们 为什么呢 那个时候都早就说了 不是没有给我说 已经给我说 我不相信 我不肯做 这个果报 自己应当成当 没话说 如果我们不说 那是果实 他会讲 你早知道 你为什么不说 害得我 堕三我道 我们已经说了 说得很明白 说得很多 这个时候 你不觉悟 不回头 那没法事了 祝佛菩萨 帮助苦难众生 也只能到此为止 佛菩萨 佛事门中 不舍也认 这就是大慈 大悲 你纵然到 多得窝道 佛菩萨 佛菩萨 也在卧道里面呢 常常提醒你 以种种 善巧方便 帮助你 去卧 帮助你回头 佛菩萨 有这个能力 能够在设法界 任何一道 现身 给众生 现同类身 真的 菩萨认识你 你不认识 他是菩萨了 菩萨爱你 菩萨尊重你 你不知道 你反而去恨他了 你不接受他了 迷雾差别 就在此地 所以 学佛 要把贪嗔迟慢 烦恼习气 渐渐把他淡化 这就是你功夫性不畏 大化刀 渐渐消失掉了 六道就没有了 你就脱离六道轮回了 然后进一步 淡化之间 只剑要断掉了 恭喜你 你超越设法界了 这是我常说的 金刚经商讲的 四项四剑 上班不讲 破四项 破四项 就超越六道轮回 破四剑 就超越设法界 超越设法界 最低的国位 发心住的菩萨 你已经得到圆满了 大圆满 不能说究竟 究竟是如来果为 发生菩萨 从发心住 出注 到等觉都可以说 臣就大悦满 放光的意思 确实很深 能亦然 冤雾缺乎 这个经商讲 放光 使 世尊从 念足 轮下 轮是什么意思 诸佛如来 手上的掌纹 手上的掌纹 他的掌纹里面 有一个轮向 有个圆圆的 那个这种轮 这是我们一般人 没有的 一般人 两手两足 没有这个轮向 诸佛跟 法身菩萨 都有 都有 轮向 这个轮 实在讲 相随 心转 为什么他有 我们有呢 他的 智慧功德 圆满了 所以在 向上 写这个 我们 智慧功德 没有啊 那来的就像啊 这个诸佛要知道 相随 心转 所以 修行 功夫在哪里 这个我常说 你修行的功夫 你能骗人吗 你能骗愚人 你能骗凡人 这从前李老师讲的 真的有学问 有这些的人啊 你骗不了他 为什么呢 你齐心动力 功德前身 谁与不孝 都在你脸上 有学问的 有功夫的 一看 就明了 你能瞒得过谁呢 从你的相貌 从你的体质 从你一举一动 知道 你功夫到什么境界 哪里能骗人 你怎么瞒 也瞒不住 无法隐藏 那么修佛 你修真诚心 人家一看 这个人是老师 这个人 表里一如 是真诚的 这个人 清理清净 那为什么 相貌清修 身体干净 身体 人身体 都有气味 尤其是几天不洗澡 气味很难闻 那是什么 那是烦恼 是染污 找你 我在香港 香港同修告诉我 老一代的同修 现在大多数都不在了 我77年 第一次到香港加级 还有一批老同修 年岁比我大的 他们告诉我 解放之前 吸引老和尚 到香港 大家对他非常尊重 建了一个 经县 供养他 老和尚到里面 住了一个多月 回中国去了 他们 见到 徐老和尚 徐老和尚 一年洗一次澡 一年替一次澡 衣服 领子 都是黑的 有够 黑的 但是闻起来 清莲化味 清香 不但一点 这个 这个 我的味道没有了 闻他那个香 还能治病 你是奇怪 这是什么呢 心底清洁 一年洗一次澡 衣服从来也没洗过 哪有我们这么麻烦 天天要洗澡 天天要换衣服 没有 老和尚出去旅行 没有行李 就一个背包 一个包袱皮 背包 背在身上 很简单的 写用品 我们看到这个样子 你怎能不生惭愧心 这就是说 修行的功夫都在向上 向随心转了 气质 随心转了 所以修行真正有功夫的 像会变 相貌会变 体质会变 本来身体虚弱 有病 不健康 真正修行的时候 什么病都没有了 不需要找医生 不需要吃药 不需要用任何东西 来滋养身体 用什么东西 用真诚的 慈悲心 这个真诚 清净 平等 真就慈悲 这个心 把你的境界 变成佛菩萨的境界 不需要靠外面 一丝毫的帮助 佛在经上讲的这句话 我们要牢牢的记住 一切法 从心向神 我这个身体 是一切法里头的一法 从心向神 我的心善 我的思想善 我的行为善 我的身体 没有一样不善 这个道理 不可以不懂 这个修行 不能不行 你认真努力 一定身心健康 业障消除 烦恼减少 智慧增长 富得增长 这大家要求的 那是果啊 那是果啊 因是什么呢 因就是 性为行本 你要真相信 真正相信 相应相过 我因我报 因果报应 丝毫不爽 现在时间到 我以为你会用 我以为你会用 你会用